在剛剛去的星期日 現任三藩市第三區市參試 市長候選人佩思金 聯同第三區市參試候選人黎維森 以及三藩市社區住客聯會 在華盛頓廣場公園舉辦選民登記活動 活動志在呼籲選民參與投票 當日有超過100名社區住客聯會成員和市民參加活動 熱烈響應登記投票 並十分期待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 表達自己的聲音 隨著選舉日臨近 說銳選民愈來愈關注公共安全 和無家可歸等關鍵議題 很多人都感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必要投票 以確保華人社區的擔憂和聲音 成為更廣泛的城市對話的一部分 我們其實華人社區在三藩市已經有很長遠的貢獻 我們在1848年開始已經立足在三藩市 我們是經過很多的爭取 很多的犧牲 很多的努力 我們才可以換來我們擁有這個可以投票的權利 所以我們不應該浪費我們這個權利 佩斯金和黎衛心指出 華裔居民對現狀充滿了強烈的緊迫感 呼籲大家在社區內傳播選民教育資訊 並鼓勵其他人登記和投票 天下衛士記者編輯報導